沙拉三部曲第三部 猫头鹰一言值千斤 第十三章 第二天放学后 两个女孩高高地坐在树屋上面 沙拉觉得奇怪 塞斯又告诉安妮特她来不了树屋了 尽管她不来 沙拉觉得心里有点不舒坦 但还是很高兴有机会和安妮特继续谈心 瞧 那树顶上站着的不是你爸爸吧 他要把我们都拍成小不点呢 沙拉逗着乐 想换回昨日的氛围 安妮特笑起来 哪里呀 我看那直升机上的才是她呢 树顶离得太近了 两人安静地坐下来 沙拉希望他们能直接回到 昨天道别时的那种状态 但二十四小时过去了 两个人都从昨天那种透明 快乐的状态中脱离出来了 安妮特打破了沉默 也许有一天 我会为此写本书 关于某个深爱的人 沙拉话没说完便打住了 她无法说出那个字眼 某个深爱的人死了会怎么样 安妮特替沙拉把话说完 但我不写这个 我写的书要帮助别人 也就是他们身边的人 和他们相处时能更自在一些 沙拉没听错吧 她的书不是帮助那些 承受丧亲之痛的人 而是要帮助他们身边的熟人 沙拉 一段时间过去后 我认为最艰难的是你身边的人 是他们听说后该怎么行事 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 而且说实话 他们说什么并不是很要紧 因为无论说什么都让人不舒服 如果他们不知道 你觉得他们应该知道 如果他们知道了 你又想他们不知道就好了 要是他们试图安慰你 你嫌他们黏黏乎乎 他们要不来安慰你 又显得没心肠 他们真是左右为难 所以我想写本书 或许能帮他们应付这种局面 沙拉往后靠着树干 注视着她的新朋友 安妮特 多么可爱的一个人啊 她真不敢相信 她觉得这是她平生听到的最无私的话了 哦 沙拉 别那样看着我 好像我多么高尚似的 不是这么回事 沙拉眨了眨眼睛 坐直身子 望着安妮特 揣摩着她的意思 沙拉摸不着头脑了 我最好的朋友卡罗莱娜说 我很高兴是你妈妈 而不是我妈妈 沙拉皱起眉头 当时 我觉得最刻薄的话 莫过于此 不过 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 哦 也许她不说更好 可是 哎呀 她能不这么认为吗 说出你真实的感受 究竟又有什么错呢 那样的感受不是最自然的吗 卡罗莱娜并没做错什么 她说这话毫无恶意 最主要的是 她处于一种尴尬境地 因为无论她说什么 都无法使我好受一些 还有一次 我在杂货店 听到一个女士跟别人说 那些有钱的人家 父母去了一个 还不算太糟 他们请得起人帮忙 要是穷人家摊上这事 那可真是悲剧 因为小孩子 得不到妥善照料了 沙拉眯起眼睛 又皱皱眉头 我明白 安妮特微笑着 她把购物推车放在一边 自己走开了一会儿 趁着功夫 我捏扁了她的面包 把她的西红柿 戳出了小窟窿 沙拉笑出声来 那也太便宜她了 不对沙拉 我不是这意思 人们并非有意刻薄 只不过不知道 说什么罢了 他们不知道说什么 是因为无论说什么 都起不了作用 别人帮不了你 我妈妈 她说 安妮特突然打住话头 好像是什么 原本不愿说的话 接着 她又说道 我想 其实我有两个愿望 首先 对于那些 因为深爱的人 离世而悲伤的人 我希望他们明白 他们还会快乐起来的 而且 这并不需要 很长的时间 其次 对于他们身边的那些人 我希望他们别紧张 放下心来 等待那个时刻好了 对于死这事 大家都过于忧虑了 沙拉猛地抬起头 直愣愣地 盯着安妮特的脸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话简直 像是从所罗门嘴里 说出来的 安妮特从来没见过所罗门 竟然也明白这点 妈妈去世后不久 姨妈给我带来一只漂亮的 毛茸茸的小白猫 爸爸不高兴 她给我带只猫来 我看她是真的生气了 姨妈在客厅地板当中 把小猫放下来 小猫静止就跳上 我妈妈最爱坐的椅子上 她喜欢在那靠着窗 做针线活 小猫在坐垫上 蜷缩起身子 脑袋靠在爪子上 好像在说 对了 这就是我待的地方了 爸爸把小猫推下椅子 那笨猫就跳上另一张椅子 再跳到另一张上 再跳到沙发上 屋里每件家具她都上去了 我记得追着她满屋跑 她还到处绣 把房间绣了个遍 等闹完了 她又直接跳回了 我妈妈的那张椅子 我把她拎起来 放在腿上 她就拿毛糙糙的舌头 舔我的脸 然后呜呜地叫 我记得自己高兴极了 我记得自己笑呀笑呀 真是开心 我听见爸爸 在另一个房间里 责备姨妈 她说 一千只猫也带不回来 她妈妈 我姨妈说 我没想把她妈妈带回来 我是想让安妮特回来 我记得当时 我在心里想 是啊 我回来了 莎拉浑身一阵站立 安妮特说的这些话 真让她难以置信 她知道 毫无疑问 现在是她和安妮特分享 关于所罗门的秘密的时候了 她等不及要找到塞斯 告诉她 自己改变主意了 她要把一切都告诉安妮特 最要紧的是 莎拉要让安妮特 会见她的朋友 索罗门 Yes MING PA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